大家好,我是Engage的中文版本,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部是Nokia第一部推出的 我们叫它做Android手机 那闯翻就把管它叫Nokia X Software Platform的一个手机 就是Nokia X 那这个是低培的版本,就是Snapdragon 200 处理器 512个Mac的RAM 对,然后就是一个320万画素的没有自动对焦的镜头的一个手机 而荧幕它是一个4寸的WVJ800X480的一个荧幕 那这个荧幕我们看上去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数百块手机 所可以看到的一个荧幕的一个感觉 因为呢,它在颜色或者是对比或者是可视度等等等等的方面 都是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很多 那看上去或者是这些可视角度啊那些呢,都是很出色的 并不像是一个数百块手机应该有的一个一个数值 那正面以外呢,我们除了荧幕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 它的底部只有一个返回按键 那这个按键呢,令我们直接的想起的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一些雾面手机的一个风格 反而是一个低阶ASHA手机的一个风格 也就是说这一个手机的定位 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低阶的一个定位 那这个手机呢,其他配置方面呢,在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镜头没有曝光灯的 然后这个手机的背盖是一个绿色的一个设计 非常鲜的一个颜色 那另外这个养声器呢,虽然它声音是足够大 但是它的感觉有一点破音 然后呢,按住它的话呢,也是会很严重的阻挡到这个声音 所以就是要尽量小心一点 那在这个机身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 唯一两颗这一个实体按键就是音量按键跟电源按键 那要看系统了吗?不行,还没有 因为呢,这个手机呢,你别看它好像是一体成型的机身 但是它的背盖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那我们打开以后先看这个背盖 首先就是这个脚的位置 它其实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这个手机好像是远面 但是透过这个加厚的动作呢 让整个手机上了背盖以后 就会看成是一个比较方正的一个造型 另外呢,在这个背盖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1500M的电池 然后两个SIM卡插口 一个MicroSD的插口 那这个是一个双卡双大的手机 而SIM1,SIM2,SIM1,SIM2,SIM1,SIM2 那就放在这个位置 另外这个卡也是放在这边 而1500M的电池呢 其实不够用是一定的 大概我们不玩游戏的话 也是大概只能支撑到7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一点要比较小心 当然可以换电池代表的是 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后备的电池来用 好,我们把这个背盖关起来 其实这个盖是很容易开关的 那打开以后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锁电荧幕 可以看到有通知在这边 而这些通知呢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操作 包括往左滑是关闭 往上滑 对,是全部关闭 然后往右的话呢 就是打开这个APP 来看通知的内容了 那在解锁以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很像LIFEHOS的界面 那当然 这个LIFEHOS是NOKIA的LUMIOS手机 或是Windows Phone 都是有使用的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而且 透过这个DJI手机 NOKIA的目标 是要让大家习惯 这个LIFEHOS的操作 然后去吸引大家去 换自己比较高阶的一个LUMIOS手机 系列 那所以 可以说 这个NOKIA X 是一个重界的产品吧 是一个 对,就是一个Bridge的一个功用 就是把人 把这个人们 把使用者 都带到这个Windows Phone上面的一个工具 而不是一个很纯正的一个Android手机 那这个LIFEHOS的界面呢 我们 估计就叫它做LIFEHOS 那这个界面操作的方法呢 是 上下啦 很熟悉的一个方法 而且呢 我们可以按住一个图示 来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编辑 首先 可以做一个放大输小 对 而且移动 然后呢 右下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去 为这个Tile 换颜色 对 大概就是五到六个颜色 可以选择 另外呢 可以加入小工具 在右下的地方 但是这一些小工具呢 其实在加入以后 尽管它本来是一个可以 卷弄的小工具 但是呢 在NOKIA X上面 它是不能卷弄的 全部都不可以 所以这一方面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当然它不是不能用 只是不能卷弄而已 那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是 NOKIA X的 这个界面 是可以使用 一个 叫架的 那我们可以开启 然后关闭 或者是 把图示放进去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呢 叫架就不能够放大 输小 或者是换颜色 就只有黄色一个选择 那 这个手机 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Fastlane 这个Fastlane里面呢 是会将所有的东西 所有App的 所有内容 最近使用过的App 做过什么动作 全部都处成起来 在一个 可以说是序列里面 大家可以在这边寻找 不同的App 或者是不同历史去看 或者是去追踪那些 那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呢我们 有一些时候会 总是会觉得 这一个通知列上面 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所以 那就会变得很麻烦 很杂乱 如果是全部都放到Fastlane里面的话呢 就会比较 统一一点去管理 当然这些项目 全部都是可以安住 然后删除 那这个也是它的特色的地方 那用了这么久 大家看到 可能荧幕上面 会比较脏 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个荧幕上面 是没有防 这个指纹的一个涂层 所以呢 就会有一点点 比较容易变脏的一个问题出现 所以大家就 请多多包涵 然后呢 我们就要去看这个设定 在看设定的同时 我们也要 为大家解说一下它的 一些操作 首先 是一个 设定的页面呢 它的风格上面 会有一点点不同 然后呢 就是一些 双卡双待 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 Mobile Data & Networks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手机会很贴心的提醒大家 要用3G的话 就要用SIM 1 就是刚刚下面有提到的那一个 所以这边是比较有特别的一个贴心的一个做法 另外呢 在 Display就是显示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Double Tap图 Screen On 就是双按去开启荧幕 然后就有Gland Screen 那这边呢 我们就来直接跟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Double Tap的一个动作 我们轻轻点两次 会发现手机没有反应 然后大力点 就会要反应 因为这个手机其实 是用一个动作感应器 去做这一个Double Tap的动作 或者是做一个感应 所以呢 力度太小 太小的话 手机就会感应不到 就不会点亮这一荧幕 比较方便的方法呢 可以大力一点去点 又或者是 这样就会变保险了 至于这个Gland Screen呢 虽然不像Rumia手机一样 会有颜色选择 但是呢 还是可以显示一些比较简单的通知 好像是时间以外的一些电邮 或者是未接来电的一个提示 对 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通知跟Fastlane的设计 通知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 其实它说的是锁定螢幕下通知 有一些私影的设定好像是要 是不是要显示内容啊那一些 另外这个Fastlane呢 也是可以去选择 是不是要显示通知 或者是最近使用过的Apps 那这些也是别大担心了 那至于这个账号方面呢 其实这个Nokia X 由于是一个自己去建立的一个平台 所以就没有Google Google X 或者Google服务 要经过一个Root的操作 然后自己去刷进去 对 所以这个Google是我们刷进去的 对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手机只有一个返回按键 要怎么去用这个目录按键呢 我们开启一个DataCounter 可以看到在下面有一个三横的夜间 我们把它拉上来 有的时候拉上来 就可以看到有目录的项目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操作 另外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 返回桌面的动作 那 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一些Apps 好像是用上 商店里面的 它会有一些自己的Apps 或者是 从自己的App Store里面下载的Apps 另外 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也是可以搜寻到 除了他们自己的App Store以外 也有一些合作的Apps可以下载 那这个就是它的 没有了Play Store以后 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哦 对了 看到这个WhatsApp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WhatsApp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我们先打开一下WhatsApp 就会看到 诶 怎么不自华这个手机 那我们安装来做什么呢 其实呢 那就是说我们经过FastLink里面的一些提示 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WhatsApp是可以用的 但是就是不能够直接进入 要从这些通知里面点进去 才可以直接进到这一个通话列表去使用 那到了这个画面以后 其实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 然后最后就是看一些相机 相机的功能其实是很多的 虽然它的硬体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低接 但是功能是很多的 例如 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 从目录里面看到有 摆平衡 有曝光 另外在设定里面呢 有这一个 anti-banding 有 ISO 有 钢灶 有 面孔政策 那一些 另外也有 饱和对比 清晰度 也有测光模式 甚至是 一些 Color effect 是 颜色效果 都有 所以可以说它的 选项 是非常多的 也是不符合它这一个低接定位的一个特色 我还没有讲完 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全景模式跟影片 影片 虽然它的影片 我们只能够拍到 大概 FWG 就是854×480的一个解像度 但是呢 在功能方面还是很多的 除了摆平衡以外 还有 缩时摄影 然后 在 设定里面 还有 这个 影片跟声音的一个编码 录影长度 颜色效果 等等 所以说它的 玩味是很重的 虽然它的品质不是很好 因为毕竟它没有这种对照 所以 这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这个Nokia X 比较惊喜的一个地方 当然 作为一个比较低接的手机 我们不断的强调它的定位是很低的 所以它的效能 我们也是不会有什么要求 毕竟它是一个Snapdragon 200 5秒 才可以看到有这个反应出现 所以用这个手机 其实是要非常的有内心 如果没有内心的话 就会这样 很多时候会因为这个卡顿 或是延迟关系 出现很多的误操作 不过我们也 也要说的是 这个手机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惊喜 因为它的相机器其实 给多了很多功能 虽然不一定是会用大 但是 还是值得去肯定它有 做到一些东西在这个手机里面 大概就是这样吧 因为这个手机还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手机 如果是大家有这样的财力的话 因为也不是很大的负担 几百块 对 所以用来体验 Nokia怎么去调整Android这个系统 也是不错的 当然如果财政上许可的话 其实会入手这个比较规格 比较好的一个Nokia X Plus 或者是大荧幕的Nokia XL 会更好吧